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 就是因为呢他不可能老停留在就容格的那个时代 心理学在不断的发展 那么绘画的关注也发生着这样和那样的变化 下面呢我们就从就发展中去理解绘画心理分析 从发展中去看绘画治疗的功能 那么发展中历史时间大概我们聚焦在哪一个时间呢 刚才我们说七十阶段我们聚焦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那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们会把时间聚焦在上一世纪 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叶 那么在这个时候和呢最早的那个起始阶段相比 它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那么都有哪一些变化呢 我们会说呢有这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方面的变化 就是说在早期人们对于绘画的关注主要是关注病人的画 但是呢到了我们说呢中期 对吧到了中期人们对于绘画者的那个绘画者的关注 就不仅仅是在对于这个来来访者或者说病人的画的关注了 它可以怎么样扩展到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人的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变化 那么第二个变化在什么地方呢 也就是说在当时在起始阶段 人们分析绘画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关注了这个绘画者的潜意识 但是到了中期这个时候呢 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说人们不仅仅去关注潜意识 也包括他的意识 包括他的就是意识层面的东西 包括他的认知层面的东西 包括他现实的 比方说情绪行为层面的东西 包括他社会功能的 比方说他的交往层面的东西 人们也都开始给予了极高的热情 那么这个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这个变化来源于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就是因为心理学的发展 我们说最早期 其实呢科学心理学跟动力学 最早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两个在时间上 基本上是齐头并进的 但是呢精神分析 或者说呢动力心理学 他那个势头呢特别特别的猛 但是呢随之之后的科学心理学 也包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许多 你像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啊 行为主义的发展呢 那这个呃 我们讲的这个人们主义的发展呢 以及呢各种各样心理学的 包括现象学的发展呢 呃就通通的来支持了 我们说哎我不仅仅看你的是病人的 仅仅是针对你的潜意识了 然后呢哎 许多人的这个话 对吧 许多人的这个话 其实对于心理层面的分析呢 都有一定的意义 而且在这个阶段 其实关注最大的 然后热情度最多的是谁呢 就是认知心理学当中 然后呢这个领域的人 这个领域的研究者 对于谁的话呢 对于儿童绘画的关注 人家说呢 在中期的这个阶段呢 人们把更多的精力呢 去放在了这个儿童绘画上 然后呢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儿童的发展 那时候绘画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联 然后绘画在教育儿童过程当中的作用 就已经成为了这个阶段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那当然了 我们说呢在初始阶段的 人们对于潜意识的关注 对吧 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去分析潜意识 那么仍然有着一席之地 但是呢 它已经不再是这个一枝独秀了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其实是一个这个百花开放 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那么在这个时期 除了我们说的精神分析里 隐喻里头 关于人们潜意识的这种绘画分析 仍然存在以外 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认知心理学当中的皮亚杰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皮亚杰和这个绘画之间的故事 就是皮亚杰大家都知道 他是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 也是发展心理学家 那么皮亚杰呢 在绘画这个领域当中 他的贡献呢 就在于他把他的儿童认知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理论 和儿童绘画之间做了一个很好的连接 就是皮亚杰认为 儿童认知发展呢 经历了四个阶段 就是感知运动期 前运算期 具体运算期和形式运算期 然后皮亚杰呢 在他的研究过程当中 特别是对于自己的孩子的研究 他会发现呢 小孩子的绘画可以呢 非常清晰的视觉化的 把这个他的认知发展的那个普遍性呢 呈现出来 比方说在儿童认知发展的初级阶段 就是我们说的感知运动阶段 那个时候呢 小朋友在大脑当中 他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什么呀 是那种一团 是一个托普状的 对吧 所以呢 小朋友初期的时候 你比方说 他根本就搞不清楚 这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对吧 就是他会认为世界都是大同等 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 我们三岁以前的宝贝 我们的家长们 就说啊 这是哥哥的东西 你不能拿 结果呢 刚说完小朋友又去拿 然后爸爸妈妈还是很愤怒 说我刚告诉你了 说这个东西你不能拿 结果呢 你又去拿了 那但是呢 岂不知他不知道 小朋友在他的那个大脑当中呢 他认为他是没有分化的这种能力了 他不知道这个人和这个人的区别 这个人的东西 我是不能拿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那小孩子在他的绘画当中 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一种乱涂乱模的这种涂鸦的状态 然后呢 紧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呢 当小朋友的认知发展水平进入到了前运算期 那么前运算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前运算期呢 就是说小孩子大脑有了闭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了 也就是说 他开始有领域的划分了 就是当闭合的这个功能一旦形成的话呢 他就说这个领域和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和这个领域就开始有区别了 就是他那种分化的这个功能形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小朋友的画 对吧 那么小朋友的画呢 这时候就会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小朋友的画就会呈现出一个圈 又一个圈 就由原来的那种乱涂乱模的 就变成了一个一个小圈的这种分化的这样的一个绘画图形 其实他也是非常视觉化的呢 把前运算期小孩子大脑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于世界认识的那样一个状态呢 哎 很形象的很视觉化的呈现出来了 然后呢 下面紧接着就是到了具体运算期 那么具体运算期呢 实际上就是图示建立的那个时期 但是我们在大脑当中就应该有模板了 就是这个图示呢 是指的是我们成人对于世界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模板 你说小朋友呢 到了具体运算期的时候呢 那个小脑瓜就和我们成人一样子 他对于世界的那种认识呢 达到了我们成人的认识这个水平了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也就是说小孩子呢 在这个时候呢 能够抓住事物最本质的那些特性了 比方说他画一个骆驼 对吧 那么他就能够把最主要的那个骆驼的特点 就是驼风给他画出来 也就是说呢 这个他抓住了最主要的特征 因此呢 在那个时候的画 就是在具体运算期 那个时候的画呢 我们说呢 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图示期的画 那么图示期的画呢 就是出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看你就知道 嗯 这个呢 小孩子的画的是什么了 啊 就是在涂鸦期 他乱涂乱抹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 对吧 在象征期 他画一个圈 又画一个圈 对吧 他可以去解释说这个圈 说我这个圈呢 是爸爸 是妈妈 是家 对吧 是世界的任何一个东西 它是象征性的吗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 但是到了图示期 即便是他不去解释说啊 我画的这个是什么 我们也能够清楚的知道 他画的是什么了 因为他把事物的最本质的 和我们成人一样 对于这个事物的认识呢 把它怎么样 把它凸显出来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这个阶段的 就是这种图示期的那个阶段呢 他能够很清晰的 把那个具体运算期的那个 那个时期的小朋友的认知水平 把它视觉化 那第四个时期呢 就是呃 形式运算期 所谓形式运算期呢 就是小朋友的这种呃 逻辑的思维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那么在他的画上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画呢 就是他完完全全 就是说我不照着这样的一个呃 事物我也能通过我的视觉记忆 通过我的感受 然后我把这个事物画出来了 所以呢 他的画呢 就呈现出来了非常写实的东西 所以皮亚杰的研究成果呢 就会发现 就是他的儿童认知发展的普遍规律 这四个阶段和儿童绘画发展 有四个阶段呢 是非常非常的匹配 是的 最后是个阶段和儿童认知发展